上一讲我跟你画了一张西方现代化的草图 也就是明确了西方文明从中世纪更新到现代 最主要的动力和线索是国家崛起 社会崛起和市场崛起 人本主义的回归 这一讲 我来帮你把这幅草图先涂上底色 这个底色就是人 或者说人本主义 你看国家社会市场其实都是人的事情 现代西方文明的底色就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人本位 意思就是人成了世界的基础 人成了世界的中心 国家社会市场都是人的舞台 相应的人本主义的兴起 也就意味着基督教衰落 失去了主导地位 上帝退居二线 人逐渐占据舞台的中心 从前神高高在上 人匍匐在下的关系被翻转了 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的翻转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宗教改革 国家崛起 社会崛起 市场崛起 科学兴起 启蒙运动 民主化这些大事情 大潮流都推动了人本位的形成 大致经历了五六百年到十九世纪才彻底完成 你可以把现代西方的成长看成是人的崛起 人彻底占据整个世界的过程 所以 现代西方文明的底色是人 从神本位的世界变成人本位的世界 这个翻转的起点是文艺复兴 今天我就带你去看看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对神和人关系的翻转 提到文艺复兴 你会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的确 中文把Renaissance翻译成文艺复兴的时候 就是觉得这场运动太文艺了 绘画 雕塑 建筑 诗歌 戏剧 小说 嗓文这些主要的艺术形式 在那一两百年里简直是大爆发 而且 很多文艺成就到今天也没有人超过 我这门课里不跟你讲文艺 如果你对文艺复兴的文艺感兴趣 可以去听严伯军老师的西方艺术课 我这里要跟你讲的是 文艺复兴如何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 也就是它翻转了神和人的关系 以及文艺复兴如何为当时的社会 提供了人本位和世俗化的底色 这个底色又如何促进了国家崛起 社会崛起和市场崛起 改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面貌 看看Renaissance这个词 它的本意很简单 就是再生或者重生 文艺不过是西方文明再生过程中 最吸引眼球的面向 但并不是它唯一的面向 更不是它的底层模绩 那到底什么东西再生了 表面上是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再生 实质上 文艺复兴干将们想要的是 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再生 确切地说 是想让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那种围绕人 所形成的世界得到再生 为什么要顶着让上帝不高兴的风头 让古希腊罗马再生 很简单 文艺复兴干将们一方面觉得 古希腊罗马实在是太好了 太美了 另一方面 他们觉得古希腊罗马已经被基督教弄死了 两次文艺复兴的关系 在讲中世纪的时候 我跟你重点讲过亚里士多德革命 亚里士多德重回西方 打破了基督教对文化的垄断 引发了12世纪文艺复兴 作为现代西方起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和12世纪文艺复兴几乎连在一起 都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引入和弘扬 只不过主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12世纪文艺复兴还是在原有的旧的精神框架里去复兴 还是在基督教文化里 为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希腊世界 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 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框架 是要恢复古希腊罗马那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把两个文艺复兴区别开 涉及到了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基本关系 两个文艺复兴的差别 也就是中世纪和现代的差别 是人本主义 在文艺复兴的干将们看来 刚刚过去的时代 也就是中世纪 是差在他们和古希腊罗马之间的黑暗时代 人的光辉和文明都被基督教抹掉了 他们抨击中世纪是黑暗的 要再造一个光明的世界 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可靠 人就是这样 想创造新世界的时候 都会把之前的旧社会说得特别黑暗 实际上任何一个所谓的旧社会的真面貌 都不是革命者控诉的那个样子 如果你是要去探索文明的兴衰 尤其是通过长历史 大脉络去发现文明的内在逻辑 那么我劝你赶快放下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这种大而化之扣猫子的办法 会让思想变得简单粗暴 很难深入文明的底层 明白了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的态度 你就能理解我在上一个单元 为什么总是跟你讲中世纪没有那么黑暗 记住这一点 也会对你理解文艺复兴有帮助 很明显 文艺复兴的干疆们是在用贬损中世纪的办法标榜自我 那他们的自我标榜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他们有没有做到他们宣称的让古希腊罗马再生 创造一个新的以人为基础和中心的文明 从长远来看 实现了从文艺复兴本身来说 没有完全实现 他们只是起了个头 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通过别的运动去完成 文艺复兴的贡献 我带你看看文艺复兴干疆们都干了哪些事情 你就能明白 我为什么说他们开启了新时代 但离完成还差很远 他们的第一大贡献是 艺术表现 文艺复兴绘画 雕塑 建筑 小说 戏剧 诗歌到底表达了什么 人 如果让你选一幅画来代表文艺复兴 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达芬奇画得真是太漂亮了 画中的人简直是完美 以至于让你产生错觉 他更接近神而不是人 这种技艺高超的作品充分证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所谓高于生活 就是把人的光辉充分展现出来 当你觉得这份光辉实在太耀眼的时候 人实际上是分享了神性 或者说神的光辉被转移到了人的身上 这个时候的人看起来非常饱满 人的自信 乐观 坚定通过一个一个接近神的艺术杰作被树立起来 正所谓大写的人站起来了 除了艺术上的贡献 文艺复兴甘将们的第二大贡献是 道德改造 人生在世 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 基督教告诉你是上帝的恩典 文艺复兴讲的是世俗的幸福 但丁的名著神曲讲了一个大故事 告诉你上帝的恩典和世俗的幸福不是一回事 你要是追求世俗的幸福也挺好 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情 文艺复兴的其他甘将们沿着但丁的线索 把故事越讲越大 通常分成正反两个方面 正面讲人的故事 人的生活 世俗世界的这些喜乐悲欢是人最真实的样子 反面讲教会的故事 教会里面这些高级教士也贪恋权力 金钱 美色 他们也是俗人 讲故事的调子慢慢就变了 不再像中世纪那样用故事让你去体会前程 纯洁 爱上帝 而是用故事让你去体会真实 世俗 爱人类 终于 在文艺复兴快要结束的时候 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告诉君主 如果你想建功立业 那么对不起 旧的前程 纯洁 爱上帝那一套不灵了 必须拿出人的真实 世俗 奋进的这一套 两套道德观对于君主来说不兼容 做人还是做基督徒 你自己选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主人 你会怎么选 文艺复兴的第三大贡献是 科学萌芽 人有光辉的形象 有自己的道德追求 那么 人有自己的能力吗 当然有 科学就是证明人自己有能力的最重要的证据 它不仅能够帮助人认识世界 而且还能帮助人改造世界 刚才说了 文艺复兴的重点在人的形象塑造和道德改造 那么它自然而然的就带出了科学的萌芽 因为科学是人证明自己的必须选项 你一定知道达芬奇不仅是画家 他还做了人体解剖 还设计了飞机 坦克 潜艇 可以说 达芬奇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怪人 但你可能不知道 伽利略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和文艺复兴时期顶级的建筑家布鲁内斯基 顶级的艺术家李开朗基罗一样 都受到了文艺复兴核心豪门美帝奇家族的资助和庇护 如果不是美帝奇家族跟罗马教廷关系深厚 伽利略恐怕很难写个悔过书就能逃过火刑 艺术 道德和科学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联系 但它们都是围绕人展开的 当人的形象和道德被重塑 人逐渐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的中心 人和世界的关系就必须提上日程 人怎么认识世界 怎么改造世界就必须通过科学去解决 世俗化进程的开启 很明显 人的形象塑造 道德改造和科学革命并没有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全部完成 它们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故意和上帝作对 文艺复兴艺术大多数其实是宗教题材 人的光辉是从上帝那里建来的 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相信科学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了一个有规律的完美世界 人要去发现上帝为世界制定的规律 也就是说 现代艺术 道德 科学脱离基督教 成为现在纯粹世俗的样子 并不是文艺复兴从开始就策划好的 而是人逐渐变得自信 后来甚至变得自负 自大后带来的结果 大写的人站起来了 最核心的是大写的君主站起来了 因为一切艺术 道德 科学的文明成就 必须用政治加以保护 而文艺复兴时代掌握政治权力的是君主 他们是文艺复兴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但是 现代政治却存在着一个极其诡异的逻辑 由大写的人站起来 开启的世俗化进程 最终会实质性地摧毁君主制 不要看到美帝其家族和那么多大画家 大建筑家 大科学家关系好的不得了 就觉得人本主义一定对君主有利 根子上 神本主义的世界观 才天然有利于君主制 相应的 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天然不利于君主制 神始终需要君主在人间代行统治 所以 君权神兽是古代政治的基本逻辑 翻转了之后呢 神如果离开了 君权神兽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人还需要君主代为统治吗 为什么不自己统治自己 人拥有统治自己的最高权力 就是人民主权 所以 世俗化的进程一旦开启 君主制就难逃被摧毁的厄运 最多像英国那样 留下一个不再掌握实际权力的王室 作为象征罢了 本讲小节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文艺复兴是西方从中世纪 走向现代的起点 大写的人站起来了 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 不可逆转 也就是人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底色 在这个过程中 君主治庇护了世俗化的潮流 也从中受益 但他最终会被摧毁 因为神或人的关系翻转 在政治上意味着政治逻辑 将从君权神兽翻转为人民主权 但是 君主治被摧毁还需时日 他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就是现代西方成长最核心的任务 国家崛起 在国家崛起的路上 最重要的障碍是教会 我带你先看看教会是怎么被摧毁的 下一讲 我带你去看西方走进现代的第二件大事 宗教改革 期待你的到来 下一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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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